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白山守护者即将为您结束 每年的11月到4年3月 是冰雪矮矮的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冷的时候 气温常常在零下20度左右 游客细少 这也是森林保护工作中最清闲的季节 然而2016年1月初 一群狐狸的出产出现 却让长白山自然保护官邸中心 不得不满目机会 我们的白河宝泽在早晨的8点钟左右给我打电话 说在21公里左右发现了很多羊狸在公路上 根据来往群众反映 这些成群聚集在公路上的狐狸 数量多达几十只 他们既不躲避车辆 也不害怕过往的人群 极大的干扰了往来行人的安全 来回里有个车辆呢 撞上往上 按照常理 这个季节 狐狸都会躲在洞里过多 长犬狐狸突然出现在山脚下 一时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恐慌 大家都说是不是要地震 是不是要火山喷发呀 接到举报电话后 吴教祥就带着公路人员赶到的发现无力的地方 前面这个公路上这些都是 你看它的这个狐狸呢 它这个非常肥 非常胖 它行动非常缓慢 这个而且还有一部分有受伤的 这种狐狸呢 都是人工饲养的狐狸 有这多年野生动物保护经验的吴耀祥 清楚地知道 在长白站保护区 只生活着唯一的一种名叫赤狐的狐狸 因为其皮毛赤狐 也称火狐狸 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野生的赤狐一般都咒服野出 独自栖息 数量极其稀少 即使在长白山林区工作了二十多年 吴教祥他们也很少能够看到 吴耀祥深知 眼前这些体态肥胖 活动迟缓的狐狸 根本不可能是野生的 而他们极有可能是没放生到这里的 发狐狸这种行为呢 应该说在我们长白山周边 这个旅游公路上 放生的也有个三十尺 2014年10月 吴耀祥他们第一次在长白山脚下 发现了成群玉籍的狐狸 为了弄清楚狐狸来源 他们找来野生动物专家 对这些狐狸进行了鉴定 他们说的这种狐狸叫蓝狐 从国外引进到咱们中国 但是始终都是养殖的 有好多社会民众 因为是处于人心向善的角度 和关爱野生动物 通过不同渠道 购买许多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 进行放生 这种蓝狐也称北极狐 主要分布在北冰洋沿岸各国 因为其皮毛是高档毛皮原料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九十年代初 我国还是引进这种狐狸 进行人工饲养 在我国属于外来引进物中 不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而它们也不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 这种狐狸 这就是连鳄在冻死的 它这种狐狸 它因为它在外边 它找不着食物 找不着食物以后 它就是说连鳄在冻 最后就死了 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基本上都这样 就最近几年我们陆续就这样的 就这个样的 陆续的就这么剪 它每年放生以后 隔着呢 就是当时看的是挺好 有的那时候呢 有些游客啊 完了之后给它放些 扔一些食物啊 完了之后它存活几天 几天以后呢 它这里头 你现在可以摸它 它这里头已经就是说 全是内巴骨了 如果再搞这时间长了 上上这些乌鸦 咱说那个乌鸦啥的 直接来就把它吃了 每年接到举报电话后 吴耀祥他们都会在公路边 发现饿死 和被亡来车辆 撞死的狐狸尸体 为了不让这些被放生的狐狸 大面积死亡 他们不得不赶在狐狸进山前 把他们抓捕回来 先抓那几个受伤的 大面积死 我们'll do that 我 去找 好喔 到底谁 这些乌 Chevrolet 就这样 就这样 就像 这样 一上步路边发现的二十只狐狸 无药响他们允许抓回了十九只 可就在即将收工时 一只身形矫健的狐狸 却逃脱了他们的抓捕 快快快 跑太快了 往那边堵一下 这个篮我就得用弓子了 这么抓抓不到 好 不行 他跑太快了 他这几只 现在没抓到的这几只 都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说用徒手抓他比较困难 但是现在他已经经到他了 再用咱们这个笼子 用诱尔诱他 短时间内他也不会进 所以就得等到明天 他饿了以后 他在森林里头他也找不到食物 饿了以后他还会回到公路上来 然后明天用网 或者是用我们自己做的这种铁笼子 来用诱尔诱补他 然后进行抓捕 狐狸躲进密林 暂时没了踪迹 胡证祥他们只好回到保护站 等待抓捕时期 然而这天下午 一场暴雪却突然而至 突将的暴雪 会给那只落跑的狐狸 带来什么影响 他能在命运中存活吗 长白山守护者将继续为兵享树 第二天一大早 胡耀祥和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 就带着准备好的用盒和笼子 然后再来公路边 这个玩意就是这么个东西 防备它 它如果说这个鱼它要拽 拽着鱼拽着轻的话 因为它鬼嘛 它可能就轻轻地咬 轻轻咬怎么办 我就采取人工的方式 把它拽下来 就把它装着来了 因为它放这么远的这个距离 咱主要是目的为了保护它 如果近一点的话 咱这个闸门下去的话 就把它就伤着它了 这样的话 它整个让全身都进来了 这样伤不着它 喜欢吃鱼啊 鸡啊 它喜欢吃这些玩意 54岁的江宾 在第一次发现有放生狐狸之后 就开始主手研发 又补狐狸的动物 这已经是它第三次盖机设备了 咱头一批的抓捕工具不是这样的 头一批抓捕工具是这个笼的是斑板式的 进去了 进去了 好吧 一个夹了 好 好 好 什么 胖着一胖一群就是说几十 一群就几十 十多个 二十多个 是 很多 江宾发现 这种笼子就不狐狸 必须就有人看守在笼子旁 只有整个狐狸度 还能有所收获 抓捕的效率并不高 好 你拉门 你拉门 我给你 我拍这个照 有的时候 咱不可能抽出大量的人来搞这个东西 因为咱还有一个 还有一些个保护的工作 就把它又改进一下 下上以后 织上 人在和不在都可以 咱们 它如果进来了 我就说 就这么个玩 在反复试验局次后 江宾设计出了 这种无需专专看管的笼子 今天 它特意挂上了鲜味比较大的鱼 希望能吸引来内置无力 这个就是放生的狐狸 进到里边的足迹 现在我们的人呢 到里边跟着它这个足迹 再找一找 如果能够找到的话 就能给它自己抓捕 这就是 这是它能溜达 在密林中 无药祥他们 趁着雪中的天津 搜索了 它们其中 始终没有发现 那只狐狸的踪迹 而昨天的大场暴雪 无药祥他们最担心的 是一夜过后 这只狐狸 会不会冻死在林子里 这个雪呢 这个在保护区内的 这个都平均深度 达到将近一米 像这个银湖 在里边行走都比较困难 觅食呢 就更加难了 所以呢 它吃不饱的时候呢 就会体质下降 会这个出现这个 冻死 饿死这种情况 无奈之下 无药祥 打算去保护中心的 野生动物 投食点照照 这些年 一旦遇到突然暴雪 保护中心 都必须启动紧急一看 近山被野生动物投食 在长白山 方较200公里的范围内 它们 设立了40个 大型动物 投食点 今年入冬以来啊 长白山连续下了 这场大型 特别的大 所以呢 现在保护区内的 这个鸡血深度呢 基本上现在都是在 七八十公分后 这个动物呢 捕食呢 就比较困难 而且今年呢 我们长白山保护区里面吧 应该说也不收红红枕 也不收巷子 这些坚果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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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产品吧 基本都不收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野猪啦 黑熊啦 在这个寻找食物的时候呢 就更加困难了 我们在这个寻物当中呢 也发现了有这个 钓队的这样的 那个当年的小野猪 被这个 这个血太厚了嘛 他找不到食物 这样说饿死了 还有一些星鸭 我也发现了 在这个林内呢 有这个死亡的 唐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遍及十九万公顷 这片广袤原始森林 是数千种野生动植物 生存的天堂 有着百兽七夕地物 千鸟静飞里之称 中华秋沙鸭 熊 梅花鹿 紫雕等 五十多种国家义保护动物 经常在山林间出没 而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 就担负着 守护这些生灵的人 这两天的突然暴雪 让不要想担心的是 这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动物 都很难获得食物 那只被放生的狐狸 更不可能找到食物来源 一番搜索 投食点附近并没有发现狐狸的增迹 也没有狐狸来取食物的足迹 而就在此时 工作人员却在安装在 投食点附近的红外监控上 发现了一线一样 这个突然出现的黑影 立马上不要想他们警觉起来 看样子这里边是来人了 想着你们快 我这根本搜索一下 看看按着雪地像的足迹 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套子 走 每年十月份之后 唐白山进入封山季节 齐西市的大雪和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氛 让游客们往回去顾问 那么一旦有人影出现 很有可能是倒立者 发现套子了 发现套子了 这么大套子了 因为感觉这边是我们的投资点 顺这个人过来 顺这个溜子 到时候走过来了 就进这个套子里 顺这个 因为往下走 就进这个套子里 就把它套住了 咱们正往前再看看 看看周围还有没有 因为它那只脚溜了 它没除去 六十岁的杨海山 已经做了四十二年的护林员 根据老杨的经验 这样的猎套肯定不止一个 此时 它们必须先写下所有的猎套 还能保证野生动物 和沁山狐狸的安全 而且越来越细 越来越圆了 好 注意点 咱们 到杨今天就退休了 为了放弃的狐狸 它还将坚持在乱 这个东西 顺着猎人的足迹 步行了五公里后 它们终于发现 刀猎者部下的第二个猎套 这个又发现个套子 这也 这又发现个套子 这个套子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看这样一会两天 顺这个猪六子 可是里面咱们跟过来之后 看来就今天咱们发现那个人这个足迹 这就塌下来 它你看从保护区 这马上到公路了 那边就四页区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巡护 我们管巡护在保护区这边 但这样就我们发现这个套子了 和这个足迹了 我们这样再到四页区那边再看一看 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 一边分离查找着裂套 同时也在留意着狐狸的踪迹 而就在此时 江兵在离凤生狐狸路段两公里的一个坟地旁 发现了它 这个搁这儿呢 这不就是搁这儿活的吗 搁那么去 给它慢慢给它撵了 倒上来 对 你往 你这 你的俩都往往往往去 给它撵 叫它上道 叫它上道 对 给它接点 叫它上道 你看 你看它多鬼 你看它拍了 老鬼了 叫它上道 它这就上道了 对 对 叫它上道 完了之后 再往前 切完它就走了 对 你看 那么好 今天要抓不着它了 它今天 还怕了 要不就是说 都在野外 找着食物吃了一点 它今天不是那么太饿 不这么吃 这个呢 一百米 抓不着了 越点了 它越往里跑 这回只能出去等了 一上午的搜索 让大家倍感欣慰的是 这只狐狸还活着 但躲进密林的它 江兵却不敢再奋力追赶 如果这只狐狸 逃进密林活了下来 江兵它们 还有另外一个拥有 如果它是进到区内 它是这种狐狸 和咱们那个狐狸 杂交以后 就是说 它的下一代 再就不繁殖了 按照野生动物 保护规定 放生的动物 必须有合法来源 要持有林业主管部门的 简易合格证明 还能投放山林 非本地物中 都不允许进入 这些年 一旦有违规放生者 江兵它们 都会极力制止 但这些 已经放生到保护区的动物 他们却只能想尽 一切办法抓回来 你把收起了 收起 咱把撤回去 撤回去完之后 放到那个院里 它到军区跟前去 大叔咱给它干 好 好了 待会晚上 或是下午了 它饿了 它就该过来了 过来之后 在那儿 就给它抓它 总要就把它整回家 抓它 抓它之后 咱就赢了 这些天 为了抓捕这些狐狸 将冰和武耀祥他们 放弃休假 都住在保护站里 每年的初春 到大雪封山前 是保护站工作人员 最为繁忙的季节 他们 必须整月住手 在山里里 防火 反暴地 只有大雪封山的冬季 才能轮半休息 狐狸的突然出现 他们又不得不放弃休假 紧急回到工作岗位 将冰这些天 也一直心事重重 喂 谁 那个啥玩意 你爷爷今天去不去打针 没有啊 还没去 怎么样 还行 还行 那就行 我打电话 我问一下 我父亲82了 10年 05年的年 就是说出车祸 自己就是 这个脑子 就是 没有意识了 但是来讲 他知道吃饭啥都知道 你问一句 说一句 但是他就是自己 就像小马尾坐似的 就不知道 不一言 昨天我搁那儿看 就是说老始终 就是不精神 我刚才打电话 说还没起来 他说吧 抓狐狸 那也没办法 该抓也得抓 你这玩意 你现在就是 这样两个事情 你总不能说是 那头老人 这头就不管了吧 再一个来讲 整个那儿这个狐狸 都是我的哥 都是我领子抓的 你就领定给他们 叫他们去抓 他们也抓不是 就在江兵他们 为这只落跑的狐狸 而担忧时 徐云山的工作人员 却在一处公路边 发现了他的踪影 带着肩膀 哦 好 好嘞 抓住 终于抓住了 慢点慢 别卡住 来我帮你 我帮你来 你带他 我带他 你再看看里边 里边哪个地方 这么大地儿呢 不是 别让他咬着 扛你 你扛过他 好好好 来 好 哎呀 他就四十几往上了 对 对 对 这样 都是脏粉的 来 来 来 这个好了 那个最凉 就那个好的 最快的 看 好 这一个小子 三天来 吴耀祥和江斌他们 把发现的二十只放生狐狸 全部抓捕了回来 随后 这些狐狸将被送往 长白山周边的一处养殖户进行寄养 而对于他们来说 混扰才刚刚开始 这里是距离长白山森林保护区 二十公里外的长白村 一年前 吴耀祥他们 开始把陆续抓捕的三十多只狐狸 寄养在这里的一个养殖户家 我们一般在保护区周边 放生的这些狐狸抓到以后 都送到老村这儿来 放到他这个养殖场来寄养 他这个比较有经验 我们自己养的话 死亡率和得病率都比较高 从2014年 发现有狐狸放生致敬 长白山保护中心 先后抓获了六十多只狐狸 一开始 这些狐狸 都是将兵自己掏钱 养在保护中心的眷射里 最早咱们不是寄养的 是在咱们自己 咱们那个救护东西 咱们原来是在那儿会养的 就是我喂他 我也是这边白天没事去抓 抓回来以后 完了我就天天我跟着那儿喂他 这段时间其实也很难熬的 因为他也不懂 他也是头一次接触这个狐狸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养 怎么去防病 那时候挺艰苦 我们因为临时的嘛 也不能买什么机器来加工 缴碎 不可能 买不了本费机 这会儿都是用刀剁的 他又琢磨琢磨呢 又焊了一些铁笼子 然后呢 也通过这个苏集啊 网上呢 还是咨询呢 然后呢 他也了解到这个狐狸呢 最好呢 应该是这个单个在笼子里饲养 所以呢 我们就抓到了多少个 我们就焊到了笼子 他就在江丁 纠心4点了4-5个月后 意外却发生了 这些狐狸应该说都没有经过检疫 就放到这个 我们这个周边 我们把他抓回来以后呢 就发现这些狐狸呢 就不是很健康 都是那些老弱病残 他就是浑身像长賴似的 长长的只就死了 那时候就是说 抓了一段时间 那就死了好几只 有个七八只那样吧 就死亡了 看着精心未养的狐狸 开始大量死亡 将病着急了 说心里话 这个因为把这狐狸 抓了以后 咱们搁这养一段时间 可以就是说 本身和他也有感情 就是这狐狸 哪只狐狸什么样 闭一眼 你自己就知道 哪只狐狸什么样 哪只狐狸什么样 最后 他们在走访了 大量养殖户后 不得不把这些狐狸 做到有经验的 养殖户夹击一样 我们吃的一般都是为了 那些那个鸡骨架 海鲨鱼 包括这个营养成分 就不像说野生的 我们就包括那个 死了千年剂 几种三百种 那种未来元素 都带 就是所有的那个 它需要的那个 营养部分都有 那它你如果说放松 它没有不失能力 它进山的话 根本就不行了 前后去的是 一共去了两层探 去看它这个豆 看完以后 特意我跟他们谈一下的 我说一个来讲 我那个狐狸要来了以后 你把它和你这个 正常的饲养的狐狸 一定要就是说 放在一块 这不要紧 你不能说 大家找一个条件 比较恶劣的地上 不好的地方 你给我放下去 我说那我不行 我说毕竟它也是一条生命 这都是 这都是 这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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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现在都胡不乱跳的 对对对 寄养在这里的狐狸 保护中心 每天每只狐狸 需要支付三块钱的费用 然而 源源不断地把狐狸送来后 养狐狸的开支 给保护中心 增加了共享的受担 本身这个狐狸 就是养殖的动物 它本身就是应该让人们利用的东西 而现在呢 把这种养殖的动物 回归搭自然还不行 结果又返回到 这个养殖 这个人员手里了 完了 我们呢 再搭的钱 去给云这个养殖库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 非常的 不划算 去年一年 我们就花了两个 也是两三万块钱 花进去了 现在我们担心的是啥呢 如果以后再继续放下去 多了我们怎么办 弄到上百只 上千只的时候 再养不起啊 这笔钱从哪儿出啊 哎呀 仇人呐 一边是 人员不断投入的大量经费 一边是 数十只狐狸的生命 我要想他们 怎样破解这个难题 这群狐狸又将何去何从 长白山守护者 将继续为人讲述 从养殖护家回来 胡教祥开始查找资料 希望能得到一些解决办法 得知200公里以外的汇南县 有专门养殖这种狐狸的护增员 当即他就开车 担保汇南 我们这次来呢 也是看一看他这边 有没有野外 有没有这种狐狸的野生种泉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会放到他这儿 让他野化了以后 进行放生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得放到他这儿 让他在这儿养的 一直到养死为止 咱们看的咋的东西 一样他们这么多分情 都是新来的 这是养狐狸的园子 对 这面积有多大 这个面积大概四万平吧 我们这块地理位置是特殊 你看这一圈全都是天然的石头洞 狐狸特别适合狐狸休息 打架的时候受伤的时候 自己逃跑自己躲避 是这块地理位置 特别适合狐狸野生种泉化 我们里面这刀都是 他就 看好看 他就在这个洞 他就在这样的洞穴里 在这样的洞穴里头来回跑 如果人到他跟前的时候 他就马上立刻就钻 他的这里的洞里 基本上每个洞都很大一宝 杨成辉是这个护生园的主人 几年前 他也像很多放生的人一样 从养殖户手里购买狐狸放生 直到五年前 他第一次看到了大量被放生的狐狸尸体 六月份 大概是六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我的夜相里 那个狐狸身上那个区域 就是那个皮底 都咕噹咕噹的肚子 一过去闻到臭味 你就闻到臭味 就能闻出来 就在到边 一个两个的就那 那一碰那皮 那都剥夺了好几斤 都爆区域 全都是蛆虫 三五天的时间 就把这一个狐狸吃 连皮都没有了 挂着一堆毛骨头 又全都刷刷的驴光 就没有了 就是一个骨头架的 和几颗毛皮 都没有了 牢产了 遍地都是这种情境 我们来看 真是缠不运动 来来来 喝水了 看到不断有放生的狐狸 大面积死亡的消息 无奈之下 杨成辉围起了这片山林 开始自己救助 这些放生的狐狸 那个年代 2010年的时候 就是在网络上放生狐狸 这个往山上一扔就不管这个 那每年都无数放生的 太多了 无法计算 全国都在放 都是这种情况 我这一看 我这亲自看到了 这回我知道了 根本就不可能活 大家放的 所以我就想通过我 做一个基地 把它们弄在一起来 我给它虚化野性 我为它们 让它们能活 将来能成功 有了野外生存本领 再回归森林 原本 杨成辉打算 将这些狐狸 血化后 再放入山林 但 一段时间的饲养 杨成辉发现 狐狸 仍然不具备 野外生存的能力 这些狐狸 你始终在这个园子养了 还是养完了 它还放到山林 我们这块就是说 它能逃出去 从这个藏栏 去化到一定的程度 它恢复体力之后 它从藏栏能逃出去 它在外面 找不到食物的时候 它还可以放回来 你看我这园子里 都这么灵巧了 放出去都不能活 它都达不到 野生的标准 现在 就是经过你在 你的园子里头 这种饲养方法 对它进行野化 这个饲养 就现在目前 你这种狐狸 放在野外 它也不可能生存 一个都不能活 无奈 杨成辉 只能将这些狐狸 长期圈养着 如今 在这个固生园里 已经有了几百只 被放生的狐狸 和五只梅花朵 杨成辉 靠一些爱情人士的远助 和几个义工一起 长期饲养着它们 我主要想 大家都能提高户 这个旧猫 我不能说 因为我阻止大家去救 但是一定要想 能让它活下来 保护它们 你比方说 像我这个园子 我救下来之后 它有极特殊的 虚化了 它到外面能生活 就可以了 大部分都是不能活的 你看白色的狐狸 猴子 这两种动物 它就不可能虚化成功 它是终身性 需要饲养的 就像这种狐狸 你教它 它也学不会 它天生 它就是这个 不能学不会自立的 那我们就得要 养它一辈子 一番考察 虽然这里 仍然没有 野外驯化的能力 但不要想觉得 比起长期 关在笼子里面养 这里可能更适合 抓捕的那些狐狸 我们看完了以后 觉得 它们家还可以 第一呢 它养的也比较专业 环境比较好 第二呢 它喂的那个 都是狗粮 营养也比较好 那狐狸养的也比较好 好几个义工 在帮它打理这个园子 这样的话呢 首先它不可能 去杀掉这些狐狸 也不可能去利用这些狐狸 这样的话呢 我认为 我们把我们所抓捕 回来的这些方向的狐狸 送到它家来 是比较合适的 狐狸大人 三天后 不要想他们 把两年来抓捕的 过四十多只狐狸 都放在了这个园子里 对 两道门 哎呀 挺好啊 这回你们 到一个一丝不忧的地方了 对 打开 哎呀 好好 哎呀 你啊 哈哈 因为在你们这块来 它最起码在一个野生的环境下 比在笼子里头生活也好 嗯 这些被放生的狐狸 将在这里 开启他们新的生活 然而 无调祥他们最希望的 是不再有这种 盲目的放生行为 破坏长白山 这片原始森林的领境 你放生的一个好是怎么的 就是外来的物种 你首先一个得 最起码得先检疫 检疫完以后 是咱们的这个区内有的这个品种 你通过这个有关部门 审批合理合法放进去 这样的话呢 还好一些 哎 但是呢 从咱们搞这个自然保护这一块 还是不好 因为咱们这块保留地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靠它的自然生长 哎 自然环境 在这个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 它这个整个呢 留这么一块保留地